就是很想她 就是我會寫信 這些信都寫了 會摸在妳手摸手 然後那時候我就好想妳 會啊 然後就哭什麼的 會啊 有 確實是會 上次小麒炫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我們不是就說 那妳就跟Toyce在一起啊 她說沒有啦 可是她還是 有想到她的一些形象啊 什麼什麼 不啦 結果那時候 她們跟妳就已經在一起了 妳跟我把話講清楚 咪咪那時候就已經在一起 妳幹嘛跟我在那演那一場戲 還說我不確定啊 因為她的形象 我也要顧慮到 我有一些壓力不能說 什麼壓力 不然我自己也很 其實我那樣子已經 我自己覺得已經很明顯了 沒有啊 但是因為 我不能直接自己的 妳那時候就沒有明確地說 其實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因為不能說 說了會爆炸嗎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 你們公司的規定不能說 對 因為這個就是會 那為什麼後來又開始大公開 然後還去監獄探塌 就是在那個時刻可能覺得說 那就說好了 然後其實是沒有經過公司的統一 所以其實 我跟妳講這個年代 歷經了一個戰略 這個年代 不需要聽公司的任何意見 公司要面對廠商的壓力 妳有因為這樣而丟失什麼工作嗎 丟很多 真的喔 非常多工作 失去十個工作嗎 差不多吧 就是損失其實滿大的 可是妳覺得值得嗎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 但是就覺得想 不想再藏了啦 就是覺得反正也藏不住了 探監的時候公司有說不要去嗎 也沒有 對談可以多久 十分鐘左右 這麼短 對 然後用那個電話這樣 所以其實 因為妳有摸在妳 手摸手 然後就說我好想妳 會啊 因為電影裡面都會這樣拍啊 對... 妳還好嗎 我真的很想妳 然後去哭什麼的 會啊 有 就是 就是會 會磨玻璃 確實是會 對 然後要講 就十分鐘妳要講什麼 就是可以迅速傳達 妳所有的心情 心情倒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說到心情 都是在對接一些事情 因為其實她自己的事業很多 我要跟她講 她很多她工作上的 別的事情 然後她家人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要幫她 照顧她所有外面的一切 她有九分鐘的時間 都在講 恰公的訊息 對 或者是她生活上的事情 譬如說家人啊 家裡狀況啊 所以最後一分鐘才能說 寶貝我愛妳 我好想妳 不會講這些 不會講那個 因為她一定知道 就是很想她 就是我會寫信 這些信都寫了 就是 十分鐘就不需要 講這些 十分鐘就是 要好好照顧自己 要多吃飯 然後喝水 什麼人 祝福她啦 希望那個 出來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大家也知道她的 事件很聳動 對 我也需要觀察她這個人 久一點 這兩年的觀察 結果是好的嗎 就是還不錯 才會繼續互動 所以她 也沒辦法想給她的問題 是喜歡她的吧 那 就是好感 有她以上的好感 是低調型的 有 而且我是 我是從小就低調耶 你們會知道的 都是我被迫 被推向高處 我都不能知道 你怎麼知道我們要知道什麼 因為他們外面 有 有 這個意思是我們的 還是妳偷來的 什麼 原來就是會這樣 兩個人太高調 沒有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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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被高調 對我是被 被迫被高調 不是 不是 妳講一下 強迫高調 妳知道是誰是誰 最近她的名字 真的是出現在各大新聞 對啊 就是兩個名字連在一起 她被告白 從之前 對 對 妳知道就是 我們現在幾個是齊炫的 沒有 沒有 對 剛剛就是 不要誤告我謝謝 我自己說 不要誤告我 不要誤告我 不要 我會覺得全職界好 會直接我們家的人在舒適 妳看 沒有 那個影片我有看到 我有吃了滿多次的 就是她被告白的那個影片 蛤 刺頭 但是不然在急了 真的嗎 真的嗎 莫名其妙有一天 跟記者說她愛妳是不是 她是跟大家說 對 跟大家說 但是她直播說嗎 對 對 但是因為有拍 就是先有拍到我們一起出去 然後 妳本來就是朋友 我們認識非常久 認識五年了 但是妳一直不知道她愛妳 知道 就是她很大方說 然後 她聽五年來一直說我愛妳 沒有沒有 沒有啦沒有 就是我們認識很久 只是到近一兩年才比較密切的互動 然後她近一兩年就有 有跟妳本人的告白嗎 她都已經跟全世界說了 所以她可以先跟你本人告白 不成功還來跟全世界講 也不是因為不成功才跟全世界說 應該是 她很明確地表達她的意思 然後我也很 我們就是好朋友 然後我一直在觀察 因為大家也知道她的事件很爽動 對 我也需要觀察她這個人久一點 畢竟她不是像大家這麼顯而易見的人格 沒有 沒有 不只 稍微特殊一點 所以我需要拉長時間觀察 可是通常需要觀察都是有好感才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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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五年來 你大概從第幾年開始 是把她立為觀察的對象 大概從我們有密切的聯絡開始 是 大概兩年前 兩年前 開始觀察她 對 開始會出去 然後會聊天 會交流一些 心理方面的問題 這兩年的觀察 結果是好的嗎 就是還不錯才會繼續活動 就是我認識她這個人 覺得她人是不錯的 才會繼續活動 所以你本來是想要答應試試看 但是 又突然還沒答應前 就出現這些事情 對 所以你又縮回去了 目前就 所以大家面子說 我就是喜歡你 對 然後原來是時間來 我現在是時間 可是就跟你喜歡的相抵觸啦 你喜歡低調 對 所以這就是目前一個坎 這就是我覺得高調的壞處 因為一旦高調了 你的所有一舉一動都會受到注視 不管我今天聊任何話題 你全部人都要扯到 一些家具啊 就是不管我去上 我現在真的是我近期 只要上任何的節目 明明就是我好好的事情 但我聊任何事情 全部人都要扯到一些 有的沒的桌子椅子 這種攝影棚什麼 有的沒的就好嗎 對 所以所有事情都會被扯到她 但其實我可能不是在說她 但是你一旦跟這個人 就像剛剛說的綁定了 你所有 不管你去提你的過往 還是你的未來 你就算今天發了一個心情不好 所有人要猜測 是不是你們發了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他馬上就要去看另外一個人的IG 對 好啊 其實你一舉一動 你目前的那個 你自己看 大家是覺得你們已經在一起了嗎 從來沒有 沒有啦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但是就是被綁定了 說實話現在就是這樣 真的就是 大家會把你跟這個名字 所以你如果再跟別的男生 單獨出去吃飯 被排到他們可能就會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出道也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被講出來的 也其實不止這個對象 所以我就知道 一旦被講出來 你就要承受一大堆麻煩 譬如說日後有了新的對象 我的新聞名字就要再扯到這個人 所以我未來有任何 對對對 那我自己可能覺得沒什麼 可是對方可能覺得很被打擾啊 就是為什麼他要被貼上 小綺炫的前男友 或者是他有什麼新聞又會扯到我 兩個人永遠被扯在一起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答應要跟他交往 是因為在考慮這件事喔 對 因為他的身分關係 目前已經不小心被迫高調成這副德行 他的職業也是偏高調的啊 而且他本人的個性也是高調型的啊 對 我認識的他不是高調型 但是他的工作必須確實是這樣 就是他屬於那種 有什麼講什麼的人 不太會去閃躲 包含他做過任何事情 這個是他的優點 對我來說就是有一點 我可能沒有那麼喜歡所有的事情 放大檢視 因為很麻煩 所以目前他的優點多過他的缺點 還是缺點多過他的優點 我如果以私下認識他來說 是優點他的缺點 不然就不會有繼續聯繫啊 所以現在就一直因為 沒有辦法媒體關注 然後就一直這樣 不只是媒體啊 社會大眾啊 全部都會 拿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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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老的動力節目 才會現場做好 太老了吧 誰會錄節目在手機了 太老了 怎麼都被沒收了 因為他的工作就是一個 就是有在直播 所以他 也沒辦法消費 拿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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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直播 飛賽 你們下次再自己問他 我們 我們 不是我們節目嗎 就是他直播上所有人問他 他也不太閃躲任何的問題 他就是一個 然後再問一題 你說所有這些你擔心的事情 你其實心裡是喜歡他的吧 恩 就是好感 有他以上的好感 恩 那就喜歡了 就是啊 就是 對 但是 我的意思是 你心裡還做得下其他男生嗎 蛤 以前沒有在裝其他的人 所以只有 只有 只有PO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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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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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